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灵月还是做了掌娇 而扶曲选择永远陪在灵月身边 有的时候你明明非常喜欢一个人 最可悲的不是那个人不爱你 而是那个让人明明也爱你 却不能与你相守此生 这算是一种悲哀吧 灵月与扶曲就是如此 互相喜欢但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却是只有夫妇彼此了 电视剧《古剑奇谈》 改编自仙侠类单机游戏《古剑奇谈》 《情星见破经》何在 由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上海竹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 由梁胜泉和黄俊文联合指导 杨幂 李毅峰 乔振宇 钟星童 郑爽 马天宇 陈伟婷 张智瑶 张萌 陈子涵 连妹主演的古装玄幻剧 电视剧《古剑奇谈》里的小师妹福曲 是天雍城掌门之女 为人天真善良 喜欢灵月 与同门百里屠苏 灵月有着深厚的情谊 福曲与灵月之间是真的有缘无分 着实是令人惋惜 电视剧《古剑奇谈》里 福曲和秦雪德之屠苏伤了大师兄 即将被关入境地三年 秦雪跑去与他相见 屠苏跟着紫胤去境地 秦雪跑来 两人遥遥相望 紫胤劝屠苏望却虔诚往事 屠苏最终回头静止走入境地 秦雪想进去境地 被少工拦住 让他不要去打扰屠苏 秦雪表示自己会找到方法救屠苏 秦雪离去之时 回首望着天雍城 默默发誓要找到抑制焚吉煞气的方法 三年间 屠苏刻苦修炼抑制焚吉煞气 秦雪也刻苦学习仙法 寻找抑制煞气之法 屠苏休息时脑中回忆 起前是记忆片段 体内煞气涌动 屠苏唯有靠自残才将煞气克制住 凌月进来 见他又靠伤害自己来抑制煞气 满心心疼帮他包扎伤口 随后拿出灵铁打造的焚吉煞翘给他 帮助他抑制焚吉煞气 屠苏将焚吉插入煞翘内 果真将煞气抑制了不少 三年之期已过 凌月和屠苏找掌焦真人 请求他放屠苏出禁地 掌焦抵不过两人联合攻势 只得同意 但与凌月约法三章 只要屠苏发生任何异样 就立即送他回禁地 凌月答应 凌月带解禁的屠苏来擅堂吃饭 众师兄弟对待屠苏的态度丝毫未有改变 扶取拿来亲自做的饭菜给屠苏 更是遭到凌端地妒忌 凌端跑来挑衅 凌月初言打发他离开 屠苏在后山用夜吹曲 想起晴雪和少公 心中分外惦念二人 阿翔飞来 屠苏问他自己是否没机会再和他们相见 阿翔无言飞去 少公独自喝酒谈情思恋训芳 回忆起和迅芳曾经相处的时光情难自已 这时出现一女子在面前翩翩起舞 少公勿把他当成迅芳 欢喜不已 结果发现竟是宿井假扮 一怒之下砸了古琴 拂袖而去 屠苏打扫天梯 扶取拿来包子给他 屠苏起先不愿接受 见扶取满脸委屈 只好结果 两人聊天 扶取劝他以后不要一个人闷着 有话就说出来 屠苏点头应是 扶取对百里屠苏非常的好 不仅仅是因为扶取喜欢林月的爱乌吉乌 而是扶取从心里就很想要照顾百里屠苏这个小师弟 扶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子 他对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有耐心 扶取曾经说过 最喜欢大师兄 扶取还说大师兄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人 可见扶取心里 大师兄是多么的重要啊 林端对扶取说过你等的人是的大师兄 你喜欢的人是大师兄 如果不是我弄错了 那就是你傻 大师兄是要当掌门人 按照门规是要抛弃世俗情感的 左双引号 可是扶取就是喜欢大师兄 想来 感情这件事 扶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吧 洪玉曾经说过 扶取得到感情之事 要自己想清楚 扶取说我也没想过要什么 只要大师兄心里有我的位置就好了 这样的情感 真诚又不失纯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